在最近结束的沙特大满贯男单淘汰赛中 国拼排名世界第四的名将梁敬坤 在一度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遭到伊朗名将阿拉米扬的疯狂逆转 最终暴冷淘汰 也成为国拼本次比赛出局的第一人 在赛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回顾本次比赛可以发现 梁敬坤一开局的发挥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毕竟本身他的实力比对手更加强大 所以开局迅速领先两局 但是关注梁敬坤的球迷应该都非常的清楚 每一次比赛梁敬坤处于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都会被对方逼平 在最终决胜局才艰难赢了下来 这场比赛的走势似乎也是如此 梁敬坤在2比0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开始被对方逆转逼成了2比2平 本来以为逆转的好戏会在最终决胜局诞生 没有想到梁敬坤却再度崩盘 暴冷输掉了比赛 毫无疑问 这场比赛输球和梁敬坤的发挥不稳定 心态不好又很大的关系 但另外一方面 其实这一场比赛梁敬坤去之所以会打得这么糟糕 还和本场比赛的场地有很大的关系 这一次WTT组委会应该为此负上责任 收看了本次比赛的球迷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在当时梁敬坤和对手交手的时候 整个球台一直不稳定 有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 很明显就是球台的质量不过关 对梁敬坤这些顶尖球员来说 尤其非常吃亏 毕竟大家非常的清楚 我们国拼在整个世界拼谈的实力是一流的 所以我们的训练条件和备战的环境也是最好的 所以对于梁敬坤这些名将来说 他们本身已经习惯在非常好条件的场馆里面 去训练和比赛 一旦去到这些质量不过关 场馆条件不达标的地方进行比赛 他们肯定会非常不适应 对比之下 伊朗选手阿拉米扬 他们的训练环境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遇到这种条件 就相对能很快地克服并且适应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WTT组委会无疑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事实上 这一次沙特大满贯比赛 除了球台的问题备受吐槽之外 包括他们的场地到奖杯各方面的设计 以及训练场馆的安排 同样备受吐槽 比如在之前安排各大球队训练热身的时候 樊振东和早田希娜 因为没有多余的球台可以用 两个人居然要拼桌使用 当时早田希娜还忍不住吐槽说交通堵塞了 从这些安排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本次沙特大满贯比赛 各方面的安排都不是特别到位 世界拼联给这些选手制造了非常多的障碍 对于刘国梁这些管理层来说 针对这一次比赛出现的问题 必须得迅速调整 否则后续吃亏的还是国拼自己